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出是一個終身良好的好習慣 尤其是我們在各階層年齡層的朋友 有事沒事泡杯茶喝杯冰水看看書 這是人生最快樂的一件事情 那高雄憲政文化局為了推廣閱讀運動 在幾個月前就開始了一連串的訪譽書相解的活動 從一開始的推薦好書 由網路或是現場的專家學者投票選出了高雄憲之書 就是我們總理合前級 總理合前級 然後過來又辦了一連串的作家 我們作家的對談 一連串的我們邀請了知名的作家 與民眾直接的拉近距離 親身的交換意見 那過來又上個禮拜又辦了好事要發生 尋找故事的那個代言人 這個除了社會組的比賽 還有大專青年組的比賽都獲得好評 那這個禮拜六開始的閱讀博覽會 我們也是說利用一個禮拜的時間 選一個最佳的地點 讓我們高雄縣市的愛好讀書的朋友呢 能夠有一個最佳的一個讀書的環境 跟選出的好地方 那我們高雄縣鳳藝書相節呢 從事業份開跑呢 一連串的有一個活動的一個展出 那剛好現在也是一個暑期 那閱讀的一個活動呢 在這一段時間呢 能夠提高我們青少年朋友的一個 閱讀的一個習慣性 那想一想我們有多久沒有好好的看完一本書 多久沒有好好的仔細品嘗這一本書 裡面讓我們感動的地方 讓我們有一個心動的地方 所以說呢 閱讀是要從小培養起 那我們也感謝我們文化局 在這一方面呢 下了一番的苦心 那提高我們青少年朋友的一個 閱讀的一個能力 讓他們能夠細細的去主角 我們好書裡面的一些 讓人感動的內容 讓人感動的一些詞句 那也希望今天的一個 這個會議呢 今天的活動呢 能夠讓在座的能夠廣為宣傳 讓今天沒有來參加所有的 有興趣閱讀的朋友 能夠知道這一個訊息 能夠多多踴躍的 來參加我們這個高線閱讀的一個活動